您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中小企业节电竞赛被制造业组中 获得特优奖的第一银行中小路分公司 是一栋超过30年历史的大楼 而藏轩在这的秘密武器 就是顶楼上一座安静的磁幅式空调压缩机 创新的技术不只让维修保养更简单 还能节电高达20% 另外还有许多节能的小PayPal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省电秘方 今年的中小企业节电竞赛非制造业组 获得特优奖的是第一银行的中小路分公司 走进这座外观有点历史的大楼 不禁让人赞惨他们在节能方面投入的巧思 除了整座大楼更换LED灯 银行号码牌抽取鼓励无止化作业 停车场更换感应式电灯 行人走过约15秒便会自动关闭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项帮助整栋大楼 节能高达20%的法宝 顶楼上的磁幅式空调压缩机 一走进顶楼的机房 就发现这座压缩机十分安静 不若传统压缩机只有启动及关闭两种选择 这座设备没有最大值的启动电流 采用渐进式的运作 不止省电也延长机组寿命 可说是新一代空调技术的大跃进 另外这个节能管理系统 详细记录整栋大楼的用电资讯 持续将设备用电资讯上传云端 用电时间瓦数一目了然 是节能的最佳帮手 第一银行除了以每年五栋的速度 推动率建筑 以获得钻石级标章的建物数量 更是全国第一 另外他们还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跟愿意建造绿建筑的厂商 在本业上为环保节能进行尽力 说是国内的节能模范企业 一点也不为过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